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開始一年了 我們每個月會推出兩支影片 所以現在經過一年十二個月 我們裡面已經有二十四支影片了 那會員頻道裡面在講什麼呢? 就是我從以前完全素人到現在所學的 所有的賽車的知識和技巧 心得我都會在裡面分享給各位車友 還有加入我們會員有一個好處 一個月可以寄一支影片給我 我可以就這支影片幫你們做詳盡的解說 那歡迎有想學習賽車技術的車友 大家一起來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我現在就把我們第二集 也就是第一個月的第二支會員影片 拿出來跟各位車友分享一下 讓各位車友看一下我們的會員影片 都在說些什麼 啊 多多來參加 等大家來啊 好嗎 那就這樣喔 直接開始看影片 嗨 各位會員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講同一支片 OK 上次我講的是煞車 這一次我要講油門 好好聽喔 好好學喔 OK GO 我相信這一支影片啊 大家應該已經看過 好幾次了 OK 他的影片真的是 非常值得好好的欣賞 好 阿第一圈一樣他都是在 找彎術 你看他下油門的時候 他在找彎術的時候 他的油門都是慢慢的下有沒有 他不會像他在 就是 push的時候 這麼的 積極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要的是 測量出一個正確的彎術 OK 所以你看他下的油門都 非常的剛剛好 因為最主要他要知道 什麼速度過去 他不打滑 知道意思嗎 有辦法在他的路線上 好 那這個要建立在一個前提 他其實知道他自己的方向盤 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他才有辦法做這樣的動作 OK 因為如果你的 手是會亂動的人的話 實際上 你下方向盤 下油門 他實際上是需要搭配的 OK 阿如果你 沒有就是搭配得很好的話 他其實是會有出問題 那他因為 他知道他的方向盤 下得很好 所以他就可以油門這樣順順去下 好 那接下來我來講幾個重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下油門的時候 來你看到他這個地方 煞車 他下油門 他下油門的時候 方向盤都些許會有一點點反打 有沒有 OK 好來你看煞車 下油門 有沒有 他在第一下的時候 些許都有點反打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有一點點反打嗎 因為他在找他最大的極限 因為你下油門嘛 假設你今天是右轉彎 你下油門 如果你右轉彎 可以這樣一直奔著不用反打 代表就是 你這油門下得還不夠快 但是如果你是下他 他會稍微這樣反打一下 再 再繼續往前 代表那時候已經太快 已經拋得有點太快 屁股有點走太快了 你必須要反打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 方向盤在反打 會知道說 你的油門下得有沒有下到極致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一個key point 所以如果你老是下油門 就是很順 方向盤都沒有動 代表你的油門還沒下到極致 他其實還可以再更快 更猛一點 油再更多一點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你可以好好去看他這個影像 他實際上他的方向盤 他在下油門的時候 他方向盤稍微反打一下下 又轉彎喔 他稍微反打一下下 才又過完那種感覺 OK 才又回正 就反打一下下 才又回正那種感覺 這樣聽懂意思嗎 OK 因為你要反打 才代表你屁股跑太快 也代表你下油門下得太忙 下到極致 他就知道這個深淺 這個力道 這個速度 對了 OK 這樣了解嗎 那就這樣囉 祝各位技術精進 好嗎 掰掰